看过印度神剧的人都在争论一个问题 那就是师婆和皮士奴到底谁更强 今天即将迎来他俩的首次战斗 因为两人保护信徒起了冲突 故事还要从上集说起 萨地陷入了瑜伽睡眠 和现在的植物人差不多 为了就疼爱自己的小姨 蛇王婆苏吉登上吉罗嗦求师婆 但师婆早已顿入空门 说吉罗嗦以外的世界和她没有任何关系 言下之意就是不可能帮忙 婆苏吉听后开始不断讽刺师婆 挑衅了八小时嘴皮子都磨破了 师婆依然坦然自若不喜不磨 这强大的修为气场把蛇王折服 婆苏吉鸟变为师婆铁粉 跪倒在大天脚下 大天师婆感受到她的诚恳奉献之心 便答应这枚信徒承诺以后会罩着她 可能大家会疑惑蛇王这么强 为啥还要保护 因为强中自有强中手 这不具各种能人意识层出不穷 就比如皮士奴的做起大鹏鸟加罗罗 她是蛇族的天敌 话说若干年前 加叶波仙人的两个亲姐妹老婆想要孩子 姐姐加德鲁想要一千个让人害怕的儿子 妹妹皮奈达希望有两个强大造福世界的儿子 于是姐妹两个都产了蛋 姐姐多产多得想以量取胜 妹妹只生了两个大彩蛋 没多久姐姐的一千个蛇儿子就破壳而出 又过若干年 妹妹的两个大彩蛋依然没有动静 对姐姐羡慕极度的她开始拔苗助长 敲碎了其中一个蛋壳 出来了一个尚未发育好的早产 只有上半生 这个半生儿子诅咒她 将因为她自身的羡慕妒忌为姐姐做奴做母 一直到第二个孩子完整出生为她解除诅咒 早产而诅咒完母亲就去给太阳神当车夫了 没多久 姐妹两个玩起了打赌游戏 他们赌一匹白色神马 妹妹说她通体都是白色 姐姐却说神马浑身雪白 但是有条黑尾巴 姐姐为了赢 命令众多蛇儿子缠到马尾上 弄虚作假赢了妹妹 居然让妹妹一生给自己为母为仆 蛇王婆苏吉也是在这里没有帮母亲作假 才被母亲诅咒的 又过了若干年 妹妹的另一个彩蛋中奖了 生出了无比强大的大鹏鸟加罗罗 加罗罗为了解除母亲的诅咒 他去求自己的蛇兄弟 蛇为了长生不老 就要求加罗罗去偷天神的不死甘露 只要能解救母亲于水火 加罗罗不管前路有多少荆棘都无所畏惧 他突破重重困难来到天界 成功取走了甘露 但在回来的路上遇到了皮诗奴 皮诗奴对一切了如指掌 并未阻拦 还刺服加罗罗不需要甘露 便可以长生不死 顺便收了他当作旗 在后面的路途上又被鹰陀罗阻碍 鹰陀罗担心他的宝座不稳 便和加罗罗商量好 帮加罗罗解救母亲的诅咒 但是要加罗罗捕食蛇族 加罗罗把不死甘露带给了蛇群 顺利解除了母亲为奴的诅咒 之后告诉蛇群 在食用不死甘露前要洗澡精神 天地鹰陀罗趁机过来取走了甘露 从那天起 加罗罗被视为天神之友 也和蛇族结下了不解之仇 加上蛇的性情尖刻阴郁 靠着毒液肆虐人间 导致生灵涂炭 梵天下令让他们去地底居住 有些种类的蛇比较听话 安分手挤去了地底生活 还有部分不遵从梵天命令 所以大鹏鸟加罗罗 见到地面的蛇就往肚子里面填 眼看婆苏吉得到大天庇护 天地鹰陀罗又担心起了自己的宝座 他害怕蛇族得逝 会再次夺取不死甘露 甚至是自己的天地宝座 此时的他就希望加罗罗能把蛇族吃光 而加罗罗已经在奉提尸奴之命武蛇了 蛇王婆苏吉过来保护自己的子民 战斗前 婆苏吉还想替蛇族求个情 并保证他们会遵守正法 但奉命过来的加罗罗可不管这些 于是两人蹲到地上 化为原形准备决斗 蛇王明显不是大鹏鸟的对手 在一毛特效过后 导演加了两毛经费 让大鹏鸟把蛇叼了起来 快速飞入高空 然后再把他重重摔到地上 可能是特效不够用了 两人再次化为人形 加罗罗走到婆苏吉面前 一脚踏在他身上 婆苏吉赶忙向师婆求助 不然小命休矣 下一秒出现一缕白烟 师婆从吉罗索闪现过来 他怒斥加罗罗 命令其放了蛇王 加罗罗烧一分神 婆苏吉趁机逃脱 赶忙躲到师婆身后 加罗罗看到如此情形 踏着不太灵活的 林波微步准备把蛇王抓回去 还没近身就被师婆一招击退 趴倒在地上 但他依然坚持要 杀光地面的蛇族 师婆见他油盐不尽 就准备出手了解他 看到师婆要完真的 加罗罗下的大喊 皮师奴救命 皮师奴果然举着妙见神轮来了 而为了保护加罗罗 皮师奴不惜与好友师婆一战 师婆气得将三叉急往地上一击 瞬间地动山摇 震动整个三界 这下所有人都把注意力 集中到了这个战场 两位至高神武斗前 先来一波文斗 师婆说加罗罗要对蛇族赶尽杀绝 有为世间道疑 皮师奴则回怼 说蛇族违反犯天的命令 一下把师婆对得哑口无言 八分钟后 师婆终于找到了爸爸 犯天之前是下过这样的命令 但是没说要在地底居住多久 所以只要不违反正法 那他们也有权生活在光明下 所以今天就是加罗罗的错 一定要对他加以惩罚 平日笑嘻嘻的皮师奴此刻无比严肃 看样子一场大战在所难免 众人都害怕迎来这场浩劫 唯有达岔除外 他居然庆幸皮师奴可以对师婆出手 这样就可以教训狂傲自大的弃绝者 两人还没开始战斗 怒火就已经引起了周边的暴谱 只见师婆一用力 仿佛一只穿天猴冲上高空 皮师奴也紧随其后 窜到天上 两人来到云层上面 整个天空都处于晃动状态 皮师奴提起他的战处 对师婆发起了电波攻击 师婆也用电波语以回应 这样僵持了整整三天 如此下去 要战到地老天荒 皮师奴率先改变战略 他撤下攻击波 丢掉战处 瞬间移动到师婆面前 一把掐住师婆脖子 将师婆按了下去 两人含情默默地看着彼此 师婆的眼泪止不住地往外流 皮师奴也双眼泛着泪花 师婆连放技能都变得无比温柔 他单手发出白色光芒 收了神器三叉戟 皮师奴看到泪流满面的师婆 觉得这一切都值了 他的好兄弟重新回来了 由无情的弃绝者 回归友情的大天师婆 原来这所有的所有 都是皮师奴为了唤醒师婆布的局 他故意让加罗罗追杀蛇族 欺负蛇王婆苏吉 引起师婆怒火和自己展开大战 然后用自己的伤痛 唤醒她的内心情感 师婆闭上眼睛 静静地感受发生的一切 完成了自我进化 体内的负能量全部消失不见 顷刻间 万萨蒂也从瑜伽之眠中觉醒 师婆饱含深情地看着好友皮师奴 恨不得马上去明证局领证盖章 皮师奴看着他在师婆脖子上留的印记 用心电图告诉师婆你是我的了 同时向众人宣布 自己留在大天脖梗上的手印 将会让大天多一个盛景的称号 师婆三叉脊留在他身上的印记 也会一直伴随自己 为了把师婆从弃绝状态拉回来 梵天丢了一颗头 皮师奴挨了一叉子 好在有情人终成眷属 加罗罗也得到师婆的谅解 而为了帮助蛇族不再受诗人启示 师婆允许蛇王婆苏吉缠绕 七夕在自己的脖子上 婆苏吉被感动得一把鼻涕一把泪 千言万语也表达不了 他此刻的激动和高兴 可以得此殊荣 他感觉所有的所有都不重要 随后他化成一缕黑烟 飘到师婆脖梗 便为小蛇缠绕在大天脖子上 成了一个天然真蛇项链 师婆往事上圈迈了一大步 皮师奴又给他起了个外号 叫蛇之主宰 氛围组开始不断赞颂大天师婆 此刻这里一片其乐融融 但是达叉那边又开始作妖了 眼看小女儿即将醒来 他为了防止萨帝与师婆结合 竟然要举行火祭 试图抽空萨帝关于师婆的所有记忆 次日达叉摆好祭坛 准备强行逆转时间 消除人们这段时间的记忆 并信誓旦旦地表示愿意承担一切后果 他不知道的是所有的业都会结果 与此同时 三项神齐聚急啰嗦 皮诗奴劝好兄弟阻止打岔 带回萨帝与之结合 不然这段时间培养的感情就浪费了 但师婆觉得好饭不怕晚 真爱不惧时间的考验 远没到何时时机 她的身体还承受不了与我结合 萨帝需要历练 然后靠自身力量来到急啰嗦 待她成熟蜕变 自会与之完美结合 皮诗奴和范天表示不再插手二人感情 便一起离去 里面的女儿都闪得睁不开眼 下一秒 星球竟然开始秘行道转 范天向身边爱吃瓜的儿子 讲述了星球道转的结果 一切恢复正常后 萨帝也从床上醒了过来 她仿佛是做了一场大梦 梦到自己去了北方的山上 此时他们的母亲走了过来 对他们说 你们的老爹准备一场典礼 要宣布一件大事 你们几个去帮忙采花 一切又重新开始 不同的是师婆不再是那个拉里拉他的弃绝者 此刻的她正端坐在山顶影响 三小时后 她手臂上一串菩提子忽然断开 一个个精当菩提纷纷掉到山下 落入水中 随波逐流 这个18岁少女误入全是男人的识人僧部落 首领竟然带她去参观 象征男性器官的巨大使主 原来这个漂亮少女是来帮父亲采花的 她的父亲是众生之主达叉 这天达叉为世尊皮诗奴做了一个大雕像 准备拉进庙里受人供奉 让几个女儿去丛林采仪式用的花 看到后立马让她扔掉 因为菩提子只有父亲仇人弑婆信徒才会佩戴 萨地只能依依不舍地把她丢掉 他们回去后 达叉开始为皮诗奴雕像揭幕 随着她把布揭开 众位仙人猛逼了 因为这不是一个完整的雕像 少了象征师婆的林家 几位仙人交头接耳 表达对生主达叉的不满 甚至有人要撤场离去 好在被好友劝住 达叉丝毫没有注意众人的一样 还在为自己的主神雕像骄傲 在众人的欢呼声中 一群人拉着雕像准备进入神庙 可是到了大门口 雕像突然拉不动了 即使众人使出吃奶的劲 女婿加夜拨上前劝岳父 少了大天的雕像 如何能被世人礼拜 老张人让她闭嘴 自己有办法 让皮诗奴的雕像进去 然后几个女儿再次来到丛林深处 几人分头寻找 萨地又鬼使神拆地 跟着蝴蝶来到一个山脚 山顶有一个神奇的大飞主 好奇心的驱使下 他们的领头人叫托提哲 托提哲一帮她找叶花为由 把萨地带到山顶 这里竖着一根巨大无比的飞主 老头让她把手放在上面抚摸 听过 更没见过凌家 吓得等于世婆的故事 也解释了这个叫凌家的飞色物体 凌家承拨底座 象征世婆的妻子 这种配合的含义 正是阴阳二性永不分离 阴阳交合及万物的总体 所以是尊皮是奴的雕像 不能缺少凌家 萨地哪听过这些 她以为老头故意冒犯自己 转头就要回家 此事托提哲老婆过来了 她送给了萨地苦苦寻找的夜花 并告诉萨地要相信自己的老公 萨地表达了谢意 临走前把菩提子放在凌家上面 这也意味着她认可了老头的说法 萨地回来后 达叉开始了她的内罗演技 而萨地则找到雕刻师询问真相 这个雕刻师是天神巨匠皮手结膜的后代 他讲一切都是生主达叉的安排 也证实了驼提这些人的说法 这时 达叉完成了内罗演技 让人再次拉动雕像 可是皮是奴的雕像依然纹丝不动 萨地看到这种场面 只能接过凌家 把她藏在怀里 偷偷摸摸地走到雕像旁边 然后把凌家放在皮尸奴的手下面 众人再次尝试拉动雕像 这次出奇的顺利 没一会就把雕像放置好吗 达叉以为是自己的内罗演技巧的作用 一脸笑意地带领众人进来礼拜 可是礼拜完毕 达叉一下就看到了师婆的凌家 她顿时怒了 当场发飙质问是谁做的好人好事 原来是驼提车带着一群人前来助阵 达叉迎着脸走过去迎接 对着驼提车说 你我双方向来井水不犯河水 你今天大张旗鼓带着一群人闹事不太合适吧 所以误导萨地的那个人必然也是你了 驼提车肯定也是有辈而来 他就师婆该不该被世人礼拜 和达叉掰扯了两个钟头 最后为了证明师婆的魅力 他拿出一片菊叶让萨地用心召唤师婆 萨地为了见证是否真有师婆 他接过菊叶 双手合十前心祈祷 一群苦修者也真诚呼唤师婆 没一会就传来阵阵风声 随即烟雾弥漫整个大殿 一个巨大的身影出现在众人面前 手持三叉戟 身穿虎皮裙 扎着大辫子 缠着婆苏吉 没错 来者正是大天师婆 一言难尽 涂抹骨灰 蹦蹦跳跳 他们的至高神也是一头脏便 挂一串铃铛项链 身着虎皮裙 手持三叉戟 还戴着眼镜蛇 这就是传说中的大天师婆 众人看到大天降临 纷纷行礼膜拜 但是这个留着大碑头的男人 却充满敌 大碑头当着众人的面 嘲讽师婆是天真之主 一片菊叶就能取悦她 不顾身份瞎赐福 只因她是浑身恶臭的赤骷髅者 这些辱骂竟没激起师婆的丝毫波兰 她的信徒站出来回怼大碑头 她则负责管理 是众生之主达岔 她为何如此仇恨师婆 只因师婆不仅夺取了 梵天被祭祀的权力 还插掉了梵天的第五颗头颅 达岔不停地用言语侮辱师婆 还吹嘘自己业绩好 反正说了一大堆值得骄傲的理由 师婆静静地等她吹完牛逼 只问了一句无比睿智的话 你做这些是为了谁 你做的这些本就是生主该有的责任 你正是因此而被认可 那又有何恩惠可言吗 太阳树木 土地空气乃至万物 每天都在无私奉献自己 为了让造物保持平衡并延续下去 你可曾听过他们宣扬自己的伟大 达岔吓得内心一惊 最后师婆重新化为一缕白烟消失不见 眼看师婆离开 萨蒂还想追过去 被达岔怒吼叫主 恶狠狠地盯着她 次日达岔开始秋后算账 他责罚萨蒂一周不能吃饭 七天内采摘十万朵莲花 并且要在每一朵花都写上皮尸奴的名字 从此以后忘记师婆的存在 傻白田萨蒂为了不惹父亲生气 坦然接受惩罚并承诺不再提及师婆 可是采摘十万朵莲花如何完成 几个姐姐一大早就命人把附近的莲花摘了回来 但是萨蒂坚持自己完成 这下姐姐帮了得到忙 莲花数量更少了 萨蒂只能一个人来到更远的食堂 简直太神奇了 达岔连自己的女儿都罚得这么重 那她肯定也不会放过制作林家的雕刻师 她竟然不顾众人的苦苦哀求 把整个雕刻师家族全部去准 而且不让任何人同情和提供帮助 否则也一并赶走 正当他们准备离开时 一群苦行僧再次来到这里 准备帮雕刻师家族讨要说法 此时的达岔油盐不尽 正在他们争吵的时候 萨蒂背着一包莲花走了进来 还没开口说话 就晕了过去 妈妈刚要去帮助扶她起来 又被达岔喝止 说萨蒂只能靠自己 任何人都不能提供帮助 下一秒萨蒂就爬了起来 收拾好包裹 可怜巴巴地走了出去 雕刻师家族也和苦行僧一起离开了 不吃不喝又超负荷工作的萨蒂 然后就再也睡不着了 她爬起来走到窗户边上 想欣赏下月光缓解压力 却发现有人在云彩上翩翩起舞 整天一个人不吃不喝把自己关在房间 很快七天过去了 妈妈带着姐姐来找达岔求情 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着萨蒂最近的经历 达岔也被感动 决定无论萨蒂是否完成惩罚 都会原谅她 他们一起来找萨蒂 没成想萨蒂竟然完成了任务 大背头达岔高兴的嘴都喝不论 对着萨蒂一顿猛夸 还说以后让萨蒂继承自己的生主宝座 可是下一秒就打脸了 她拿起一朵莲花 上面赫然写着师婆两个大字 其他的莲花上面也全都是师婆的名字 达岔因着吃人的脸把莲花丢了下去 迎接萨蒂的将是什么惩罚 点赞关注看下集